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来在观望想要买电动车的朋友 会不会形成一种阻力呢 我们来问问达人朋友们的意见 也先来看看到底有多伤荷包 电费的全面调涨 如果是台湾的用电大户 这一口气要涨15到25% 产业用电涨7%到14%不等 那这里在明镇用电的部分 其实占台湾1250万用户 有这个93%比例 最多的都是在330度的用电量 那么对于一般小商店来说 如果你一个月700度以下 那就为涨涨3% 可是很多家里面 我刚刚私下问大家 有些家庭 特别在夏天 你可能每个月的用电量 都已经来到了800多 1000度左右 那你可能被涨的幅度 就有到了7%到10%左右 那今天毕竟我们扣紧 这车的主题嘛 电动车它要充电 你家里面装充电装 那每个月它的用电量 会不会很伤呢 现在电费的全面调涨 老爹 你认为对于电动车的买器 会形成一些阻碍吗 我觉得应该不太会 应该不太会 除非是你是企业用 企业用的话 因为上面看 因为涨的幅度比较多 那这个当然对我会 成本上会有一个 比较明显的增加 但对我个体户来讲 我觉得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 我大概算了一下 如果我们今天要 就是有压力的话 代表就是说 你要是不是跟油车比较 我本来是要从油车跳电动车 但是因为涨了 然后觉得电费 每公里的成本 可能比油车高 这时候我可能就想说 算了我还是回来开油车 但是比较一下之后 你看我们讲 就是我们讲CRV跟RAV4好了 这两部的油耗我都测过 800公里 大概平均大概都在 就是每公升 每公升可以跑15公里 换算下来之后呢 就是大概就说 你家1000多块 可以跑个600公里 等于是一公里的成本是2块 但如果电费呢 你看到电费如果说 像我再加冲 我看了一下 我上个月我才刚缴 我用了大概700多度 700多度 然后一度乘起来是3块钱 因为电费缴2000多 3块钱的话 如果是这样换算下来 我如果再加冲 变成是一公里 可能只要不到 500度乘以3块 500度乘以3块 大概是1500块 1500块 假设可以跑 假设可以跑2500多公里 等于是一公里 约莫是0.7块 如果换算这样下来 你再加冲 绝对是会比 跟油车比较起来 相对是比较便宜 那就算你看到 它上面写 住宅涨10% 像我的夏天 一定是超过1000度的 这个时候情况下涨10% 你看如果是 4000块的电费 差不多就涨400块 然后你如果以这个电动车的 行驶的这个里程 换算的电费 差不多约莫涨200多块 我觉得好像还好 但如果今天 如果你今天是家里没有加冲 你要选择去外面的超冲 不好意思 那就不一样了 你看我们讲特斯拉 我的特斯拉75度的电池 冲到宝 你看如果外面我们讲 平均约莫是 离风是8块 巅峰是12块 我们抓个平均10块 冲保750块 我们先讲紧绷 0到100% 750块 但是我现在的行驶里程 大概我们讲平均来讲 因为我现在 它那个续航力有掉 我们就讲差不多350公里 350公里700多块 等于是一公里也是两块 那就跟油车基本上 差不了太多了 所以如果说你看 而且他还跟你计算 老爹你看 我现在用油跟你用电差不多 可是我时间比你省 你加时间成本 你可能花费比我多 对我加油不太需要排队 你充电有可能 所以就说换算 这样每公里的行驶里程 下来之后 其实电车 你如果常常在外面充 可能占不了多大优势 这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你看刚讲到 这个所谓的 如果电费涨 然后比如说 像外面超通站 基本上这是企业用 如果涨10% 如果一度10块 变成11块 假设我们讲平均 8到12 10块 涨10%就11块 我如果75度来讲 就等于是多了70块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 就想说是住宅用电 小商店用电 超充会跟着涨价吗 家里的话 当然就是一样 跟着涨10 如果你看像我的话 那你外面充电站呢 这间民营充电站的费用 会涨价吗 我认为一定是涨的 因为讲说 因为它是反应 就跟油一样 我煤桶进来多少钱 它是浮动的吗 我觉得是浮动的 除非说它保有原本的利润空间 因为基本上有一些 因为当然有一些是自营 有一些是租 有一些是长租 有一些还是跟它合作 那个充电设备 不见得是你自己的 所以在你每笔收入 然后你还要缴给台电 所以这样分一分 你剩下没多少情况下 如果再涨10% 等于是吃掉你利润的10%的时候 你会不会 对 你会不会涨 所以变成你最近 去超充的时候看一下 到底一度跌要多少钱 对不对 看到涨价了没有 对 我觉得可能暑假那时候 就有机会 目前应该还没动 对 目前还没动 对 因为才刚 四月才刚涨嘛 我觉得暑假就有可能机会 会看到涨价的动作 好 那既然这样 我来我们几个问题 接连着要询问各位达人朋友们 还有今天再次来到 黄金线的阿格力 你是理财专家嘛 所以比较了解一下 对你来说 又一直在使用电动车 你的充电权攻略如何 请问大家 在外面充电多还是在家充电多 当然这个先决条件是 家里面有充电桩 你才有在家充电的可能嘛 对不对 好 来看一下大家答案 阿格力你是选择 我80%都在家里充电 因为我家里就有装这个充电桩 所以基本上出去外面 除非我遇到这个停车场 有免费的充电 我才会去用 或者是说出远门 真的是电快耗光了 才会去使用操纵 所以大部分时间都还是在家里 好 8比2左右 小蓝 你在家里有充电桩啊 对 所以我几乎95% 都是在家里面充 那除了出远门以外 出远门你一定要去快充嘛 所以但是我们之前 因为家里用电车的一个策略 是我长途的时候就开油车 所以其实这台电车 它开长途的这个机会 也相对低一些 所以大部分时间 都是在家充 是 就是慢充多 对 老天你应该也是吧 我不是 你不是 我是超充90% 因为你有免费 但是我的免费 不是中市 不是那时候什么买特斯拉 中市免费没有 因为我我有加减 有一些网友会使用我的推荐 那每推荐一个就有1500多米 所以我到现在 我到现在还在使用 你还远远不觉得有回费 怎么人员这么好 我不知道 他就会自己蹦蹦蹦 就一直一直累积上去 所以我到现在 我都还没有付过半毛钱 那跟家里比起来 特斯拉零块 那我在家是三块 那我不如去外面充 那我离特斯拉超充站又很近 所以基本上就是 我就有空就去蹭个店 哇 因为这充免钱了 好让人羡慕啊 难怪你 这么爱用电动车 马尼你呢 我是都在 我是都在家里面充啦 你现在图画真的越画越好 我们以后多出这种图文题好了 快追上一下 因为我开特斯拉 我基本上百分之九十以上 都在家里面充啦 那因为我的那个不用充到宝嘛 那平常那个大概四百公里 其实都很够了啦 一天你也开不了那么多公里 所以我每天回家 那我的习惯是只要一回家 我就插着 一回家就插着 我不会像就是 有一些 有一些那个大家比较怕说 充电的次数嘛 就没有差那么多 那我是觉得说 因为他自己有什么 智慧系统可以调整 那我插着 这样的话 基本上我每次出去 早上出去都是满电的 就会很开心 大家真的都是在家里面 充电的频率高很多 不然干嘛装充电装呢 对不对 感觉不用白不用 那小安迪 因为你之前有说 有朝一日 你也可能买电动车 如果我买电动车 立即想好 我还是会在家里充 因为我觉得第一个 在外面变速太多 然后像我之前的经验 就是坐我朋友车 他刚好 我们那家去旅行 就他忘了充电 就说没关系 我们到中途 找一个快充电 然后找到之后呢 有个空位 怎么这么巧 一去就那是故障了 所以我们就要排队 等等这些问题 另外就是我觉得 在家里面慢充的话 相对对电池是比较好的 可以用比较久一点 所以这两个原因 我觉得会在家里 会在家里充 而且刚刚因为 真的还是要精打细算一下 因为在外面超充 每一度 你看之前最便宜 9到12块左右 你再怎么样 你也不会比在家充 便宜吗 当然超充省时间 那刚刚一直说 自己到现在都没花半毛钱 老爹 帮我们算一下 超充跟一般在家充 或者是你到了外面 听着讲有些是慢充 到底那个价差 落差有多大 就是要看那个 有一些像卖场 百货公司 或者是基本上 他们会针对他们当下 设的费率去设 不过我的了解 约莫大概都是在 3到7块中间 比超充慢 然后对 然后他的功率会比家用 再稍微快一点点 因为你如果跟家用 一样的功率 基本上他就算慢 但是他你超充变成是 你可能充30分钟 你就需要移车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他的 我遇过的功率 约莫都会在一度 3到7块左右 然后他一样会通知你说 你的这个就是 你的电是不是充饱 然后请你要适度的离开 才不会占用到其他的 所以我觉得在充 电费的选择上 你的充电地点 基本上我觉得 会跟油车的使用情境 不太一样 就是你还是要先 做好一些功课 稍微会比较麻烦 但是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那今天无论你是 你看营业的 这些饭店也好 店家或者是设施 你有附这些充电桩 还有你本身的用电 再加上了 家里面装的充电桩的朋友 因为涨价了嘛 我们回到上一张图 就很想知道一下 我该不该在这个时候申请 所谓的时间电价 因为阿格利 所以我们就想知道一下 按这个集聚理念 什么样的集聚 你觉得应该要去思考 你赶快去申请时间电价 比较划算 其实我给大家一个 比较明确的答案 就是说你家里的用电 加上电动车每个月 预估会充的电价 这有超过800多的话 那就值得去申请时间电价 那因为我自己有申请 我先帮大家讲一下时间电价 时间电价就是说 你如果在非夏月的时候 离风的时段是1.89元 所谓离风是晚上12点到早上9点 以及假日6月的全天 那如果到夏天 这个离风变成1.96元 这就是为什么 我说如果你没有超过度数800的话 不要去申请 因为我们看一下 它尖风的时候 其实夏季是5块的 所以你家如果用电没有很多 这个尖风时间 其实电费也是蛮贵的 5.01块 那我基本上就是在离风的时间去用 因为充一个晚上 一小时可以充7度 那你如果9小时 97 63 60几度 那一台像我开Model Y 电也差不多要满了 所以我觉得是不会对使用有造成影响 那我自己用起来 我是觉得很省啊 因为我现在开的大概19300公里 然后用了3035度的电 那每一度电我可以跑6.35公里 简单讲最终的答案 每1万公里啊 大概花3300块的电费而已 所以说实在这个电价调涨 你说假设多10%的话 那其实我觉得影响 对我个人体感不会那么大 而且我现在给的时间电价是已经 最新的已经调涨过 去年其实更便宜 所以我觉得如果要买电动车朋友 如果家里可以装充电状的话 时间电价一定要去申请 那如果假设我们也没有去申请时间电价 我什么时候充电有差吗 其实什么时候充就没有差了 就没有差了 所以你就是以总度数 如果800以下你就不用申请 800以上一定要申请 因为如果你申请完之后 你现在用的就是离风电价 每一度才1.96块 对 很便宜 不到2块钱 那我觉得申请之后有一个附加的 帮你把钱再省回来 我现在家里这个衣服都晚上才洗 洗洗碗机也是晚上才开 就是12点之后 其实我也都是 但是我们家没有申请时间电价 那应该要申请一下 对 所以我就觉得 好像我晚上才做这件事 其实我有申请 你有申请 我有申请 就是在我换了冷气之后 但是跟冷气无关 但是我跟阿格力讲的一样 因为我难免会在家里冲 然后刚才就说 我的总用电平均也在800度以上 然后这个后来那时候台电的人 就跟我讲 他就说老弟你建议一下 你可以申请那个所谓的 那个时间电价 就是如果你申请时间电价 你会装一个智慧电表 对 他有帮我装 我改成吃电子室 台电帮你付 对 台电帮我付 对 没错 对 然后吃电子室的 是 然后对我的电费来讲 我觉得就有差 所以这个可以建议大家一下 好 如果你有申请到时间电价 你就可以在离风的时间 用更便宜的价格 帮你的电动车充保电 那充电的时候要充到保吗 我们实际上其实谈过蛮多次 这种习惯的问题 Money你个人怎么做 因为他那个其实 像如果以特斯拉来讲的话 我们现在大概的电池有两种 两大类嘛 第一个是磷酸铁理 第二个是三原理 那磷酸铁理呢 他就是建议你就是 每天都把它插到保 都到百分之百 因为他容量本来就比较小 后驱的那个车子本来小 那你就插到满 每天就满电出门 因为那个电池的特性 他是不会有那种过充的问题 但是如果三原理的话 他就会 你充到那个大概超过80 他就会建议你说 不要不要充那么多 除非你要出远门 不是说不能充 而是说你充到百分之90 或100的时候 你隔天就赶快出门了 你不要一直让他累积 在那个店里面 因为他会有累积 里面会有一些电晶体 他会结晶之后呢 就会影响你的那个蓄电能力 那其实一般的电池 其实你只要掌握一个原则 就是不要过度的 这个忽然大电的出去或进来 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大脚油门 其实也算 大脚电门 其实也算 就是忽然你给他 很大的一个加速 那电池在给那个能量的时候 忽然又没有 又有忽然又没有的时候 第一个对电池 当然会有一点点的 这个不健康 然后再来就是 他的那个电号会耗得很快 我曾经试过 同样段路 就是在法定速线 最高的这个边缘 这样子踩来踩去 尤其是加速都加很快的情况之下 其他电要差到将近快要三分之一多 多了三分之一多的电 然后说哇 今天怎么掉了那么快 所以可想而知 就是他的那个电池 如果你要保持健康度的话 就是要不要冲到那么薄 我觉得如果要保持健康度 就不要买电动车 因为你还要 你还要在那边 我为了要电池健康度 然后什么电门踩得这样 你好适合跟我先生交朋友 不是 那太痛苦了 我今天车子买的就是要享受 对不对 但我是在享受他的健康度 他都没有搞 他都没有在care电话这件事 对啊 我觉得这个这样太累了 我觉得买车就是要进行的享受 反正有八年保固 对 保固坏了就换一颗 但是你就是临界点啦 你就在八年之内 把他用到就是出险 我跟你说 老爹讲这句话的前提 大家记得他稍早所说的吗 因为他充电不用钱 对啊 你充电不用钱 在那边讲那么多 不是不是 名指名刀好不好 就算我充电要钱我也是 我想踩我就踩 他现在告诉你我有任性的本情 你拿来给我 我来补负健康度拿来给我用 买了车然后还要这样 我要位置 我跟你讲你买油车 你会享受引擎健康度吗 会顾虑引擎健康度 会啦 我们会顾他好不好 他会顾虑油耗 对啊 会顾油耗 会顾虑变速箱健康度吗 对 会顾他一下油耗啦 我跟你说 就是每个月 没有从自己的荷包里面 十星拿出电费的朋友 他现在当然不痛啊 是不是 而且你会想说 如果你是每天要用很多里程 万一他的累积量掉的时候 其实那也是一种痛苦啊 对 健康度会掉啊 本来可能到百分之百 只能够掉到百分之八十 八年保护没关系 尽情享受不要犹豫 可以可以可以 对对对 爱怎么开车 改天我会享受一下你的车 但是回过头来 那其实就是看你个人 在不在意你的电号数字 怎么样能够达到省电驾驶 大家有没有什么撇步呢 阿哥立民你刚刚有提到 你的Model Y 一度电可以跑六点多是不是 那是平均 但是如果是最好的话 我曾经有一次试驾 Model Y的就是后驱版 丹马达版本 那通常丹马达版本 会比双马达的还要省一点点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省钱的话 你可以买丹马达版本 那我从台北开到礁溪 那当时候每一度电是跑了 这个9.17公里 这么好 对那我觉得有一个关键原因 就是说你胎压要打到原厂建议的胎压 那可能这个舒适性会比较没有那么好 但是对于续航我实测是真的有帮助 然后冷气不要开太强 我之前今天是23到25度 速度呢 重点是速度吧 你说速度 其实我一路都ACC 因为台北到礁溪 我平日测没有塞测情况下 所以我反而觉得夏天冷气影响电耗 比速度影响还要再大 所以我冷气不要开太强 我通常觉得你真的不要太大脚 你的电耗就会好 都是自己加速加掉的 还有其实如果你偶尔跑高速公路 我觉得电耗还反而比较好 对对 我自己觉得 小兰你的省电秘诀 这不要给大家看一下 我终于跑出了一个漂亮的数字 我竟然可以跑到8.1 真的假的 对没有 因为我最近发现 因为我们家一出门就是上国山 所以我每天 有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走高速公路 然后之前的电耗坦白说就没有很好 之前差不多平均电耗都在5多而已 可是我最近前一阵子 我就有发现说 我如果用比如说在高速的时候 那我尽量不是用Level 0 Level 1 这一种就是让它的这个 因为你在高速的时候 其实你就是在一个比较像巡航的状态 你不会一直需要去踩刹车或是收油 所以基本上我让它在这个 尽量尽可能的让它去滑行 就是让它滑行的阻力比较小 然后再搭配ACC的话 就是说如果你搭配ACC 因为之前我们在试油车的时候 早期的这个ACC我觉得其实没有比较省油 因为它会常常就是前车一走 它就猛加速要赶快提速或减速 那那时候的系统比较粗糙 可是像Unify来讲的话 其实它的这个ACC的作动是很和缓的 所以我就有发现说我搭配ACC 然后如果没有自己开 就是没有用ACC 我用Level 0的时候 那我整个电耗是变得很好 就是变成竟然可以跑 像我现在平均电耗已经拉到6了 之前都是在5点出头而已 然后现在用这种方式就慢慢倒流这样 对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方式 然后另外就是说 像我们这个同业有个小姐 她跟我是同样的车型 然后你知道它的续航里程 这个原厂公布是496公里 对不对 那它既然充保电可以到500多 它上次真的给我看照片 我就说你这台一定有问题 怎么办到的 怎么办到的 对 它就跟我说它会用ECO模式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因为它行驶的路段 大部分都是可能快速道路 然后跟市区 就它高速公路相对再少一点 但是它说用ECO模式就差很多 然后我自己也有发现说 我有阵子用ECO模式的时候 那时候电耗也会明显的 也会变得比较好 那再来还有一个就是在空调的部分 因为我常常一个人开车 所以我用Driver Only 那Driver Only的话 但是我并没有真正很严苛的去测试说 到底它差别多少 可是我发现Driver Only的时候 其实你的这个也蛮凉爽 而且理论上来讲 因为它就是只有对着你驾驶村 其他几个地方都不用去打这个冷房 所以我觉得应该也是会比较省电 老爹你的个人 我个人经验 我觉得还是在电门的控制 但是哨兵一定要off 对 哨兵 我跟你讲一定要一个晚上约莫 大概会到三到四 真的特斯拉的哨兵是蛮好电 因为它一直作动的话 对 一直侦测 你真的有人的话 基本上它就启动 所以就我觉得这个 这部分可以注意一下 另外开ACC 我觉得因为可以这样讲 我个人因为我开车 我不是很爱用ACC 我喜欢自己开 但是呢我怎么测呢 我那时候看群组想说奇怪 为什么 因为特斯拉我先讲 特斯拉它在这个寄电的方式 它是用每公里几瓦 我们习惯是讲每度几公里 它是反过来 所以是每公里几瓦 我看到就是群组都要讲说 我每公里大概都可以不到200瓦 我们先讲就是200瓦的话 约莫就是一度5公里 对不对 1000除以200嘛 一度5公里 但是呢我用我的右脚开 我自认为我的右脚已经非常的细腻 我再怎么开大概就是210 还有220 然后包含高速公路 车友都比你厉害 对我想说奇怪是怎么开的 结果后来后来我发现 有一次我就故意 从台北开到嘉义再回来 从台北开到嘉义的时候 我用人工开 然后回来的时候 我用ACC 全程ACC 虽然有点痛苦 但是没关系我就是测一下 结果发现大概差快20% ACC比较厉害 对意思就是说 我每公里换 就我用ACC开 我可以到170瓦 等于是每公里有超过6度 但是我人工开就是大概210 我再怎么轻 这样踩一点 收一点 约莫就是210 接近200 但是就是没有办法低于200 所以我就说ACC这个部分 如果 如果我今天真的是 就是反正闲情意志 也不赶时间 基本上我就沿路ACC 我觉得对电号会有绝对的帮助 你看我观察一下 210跟170 它也差快20% 这个部分对给大家参考 对因为ACC用他实测的数字 赢过老爹那个韧性的 他刚说我就是要享受啊 是不是 马尼那你怎么样 其实我在开 因为我也都会开那个ACC 可是大家可能会忘掉一个重点 就是他的那个速度 其实电车 它的耗电量 跟它的速度很有关系 因为你知道电车其他没有变速箱 它就是靠马达在转 那你沿路 假设说我们上法定速线就110 那他一直在110这样旋转的情况之下 跟你开90 在旋转情况之下 其实90是会比较省电的 为什么会发现呢 因为有一次我就是都来回上下班的路 那平常没有车的时候 可能定速就110跟着 那有一次呢 就是大家都平均的下班 然后就开始定速全部定到90 回家之后发现说 掉那个电量竟然是变少了 所以可能是我吃他的风 他帮我破风就对了 就是类似这种概念 就是你转的慢 其他的油耗就 那个电耗就会掉的比较慢 这个是我发现的一个神奇的地方 小安婷 那你对于电动车的电耗 应该就是参加公办试驾这一类 或者是环岛的比赛 对 我们在去年还是前年 参加一个就是EV6的环岛 那一样也是 它比充电的数量最少 然后这个 停留时间最短 对对对 来赢 那其实跟之前这个开油车环岛 要这个注意的地方也是一样 就是跟大家讲一样 就用ACC的部分 那我们那次是东边下去西边回来 所以出发的时候走了很多山路 那即使是山路 我觉得因为现在的ACC这个效能都不错 山路某种程度上 它的ACC作动也是非常好 之外呢 我们要多利用那个动能回充 那个原本油车的换挡拨片 这样利用那个扫踩刹车的话 又可以充电的话 这个对你这个电耗也是比比较少 那你觉得要省电的话 就是要提高电耗的话 你的动能回充是要开强一点还是弱一点 我觉得还是要你可以接受的范围 因为你主要是里面乘坐的那个人 会不会很不舒服 如果真的很强 当然会比一般你再调强一点 这样子的话 几乎就很少会用到刹车 当然是你要对这个系统很熟悉 才可以在山路用这些系统 才是比较安全的 那想然你刚刚讲到 你在高速公路上的动能回充 你说你开调到1或0 那等于是弱的 对不对 那反而就是不太一样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对其实应该说 其实这边可以先分享一个 其实我们这个同业有个DD卡 他们之前也有用EV6 然后去做了一个 就是你全程都是0 跟全程用OnePad的一个电耗测试 那其实他测出来的数据 如果是这个都是0的时候 他测出来一度电池跑7.6公里 那他是iPad的时候是8.1公里 测出来好像看起来是iPad 稍微再好一点 但是因为他测滑行那一天的时候 有遇到下雨 所以这个数字只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然后他之前还曾经用过 可能0的时候用滑行的这一种 测出到9.7 所以这个东西 其实我自己用的经验 我是觉得他这么多的段数 比如说像EV6 跟AlenePad来讲 他们都可以0 然后123 OnePad跟Auto 这几种模式 那以前面几种来讲的话 我认为其实你可以针对路况去使用 以前我刚开始拿到车的时候 我会想说 我觉得iPad很新鲜 而且iPad我完全不用踩刹车 然后你跑山路 你需要 比如像山路 因为电动车重 那你需要让他刹车的力道多一点的时候 因为OnePad其实很好跑 但是OnePad它也有一个小小缺点 就是它相对来说油门会变比较紧 就是你要提速的话 你也会觉得需要踩 就是它油门会比较紧一点 那至于你有没有办法 就是说你的车上的乘客的问题 其实那个是你刚开始拿到车 还不太会控制的时候 可能你会让他觉得 哇你顿挫好大 或是放油门 但是当你习惯以后 不管哪一个段数 其实它都会有一个规律性的 这种反应的存在 那你习惯之后 其实它都是可以控制的很好 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不大 但是就是说 在高速的时候 像我为什么后来选择高速用零货因 因为高速的时候 你就是轻轻含着油门就好 但是如果OnePad你同样的情况下 你可能就要踩深一点 然后再来就是 但是我后来有发现说它的Auto非常好用 因为像我目前试过B&W的Auto 还有像是现代的Auto 他们的Auto的这个效能是很好 而且这个也是最省心的 它Auto的概念 其实会有一点点类似像 不会杀到停的ACC 也就是比如说你今天 假设你在某一个固定的段数 比如说你在二段 第二段的时候 你油门这样子放 那它的减速力道就是这么大 但是问题是你在Auto的时候 它会依照你现在的时速 还有跟前车的距离 如果你跟前车距离很远 然后你放很大的话 但是它还是会让你滑行 那如果说你跟前车距离比较近 你轻轻放的话 它也会杀比较多 但是它并不会杀到停 可是我就觉得Auto就很好用 然后我这一阵子也都几乎在用Auto 我觉得Auto它用下来的话 其实它的整个电号的表现 也没有比较差 也是一个还不错的数字 就是跟我本来用01 然后低速的时候 去用段数比较重的这个方式的话 其实加总起来 我觉得它其实算起来是蛮平均的 所以如果你要省心的话 你的车上有Auto这个模式 可以试试看 其实刚刚大家在分享 他们的电号数字的时候 我都很汗眼 因为你们那个数字我都达不到 但因为我们家的电动车 从头到尾都在Sport模式 没有改变过 所以我就要慢慢学习 在Sport模式之下 如何再善用一下B档位 然后让它的电号能够稍微漂亮一些 比如说我们在停停走走的时候 停停走走的时候 你就会比较需要多的时间去松油 或是踩刹车 所以这时候你段数高的话 当然就是你的次数又变多 然后段数又变比较高的话 当然它的回冲的这个 你帮你赚回来的这个电 也会赚得比较多 没错 那等一下我们就来看 官方给你的数字 好不好 其实大家进能源局会看到 你可以查到你的电动车重量多少 马力多少 续航里程多少 以及它每一度电到底能跑几公里 我们稍微来看这个排行榜 马上回来 买了电动车之后 你在不在意它省电的程度呢 刚刚都已经分享了 其实跟你个人的使用习惯会很有关系 但是我们也来看官方的测试 因为可以排出一个排行榜的 台湾电动车的能耗排行榜 我们看到如果进能源局 你可以查到每个车型 它的重量 马力 续航里程 以及每一度电跑几公里 我们现在已经帮大家整理出了这个排行榜 第一名是Toyota的BZ-4X 每一度电可以跑到8.2公里 然后再来是Audi的Q8一寸55 7.9 然后Hyundai的Ioniq 6 EV400 这个车型是7.7公里 等一下一起来聊一聊其他的车款 那首先Money可不可以带我们来了解一下 BZ-4X的表现 是不是因为这样 所以有些商用 我们看到营业用车 对 也会用它 现在路上大家如果有留意到 其实小黄慢慢的很多的变成BZ-4X这台车子 因为这台车子呢 基本上它的车格是跟这个RAV4差不多 那之前有很多的RAV4的这个车型嘛 那这些小黄司机会换车 他就想说那我来换一台电车 那第一个呢基于品牌 其实我相信那个Toyota给他们非常大的信心 然后再来就是他的这个车格的大小 跟这个整个车体都开起来的感觉 所以现在有很多的小黄司机呢 就换了这台车 那换了这台车呢 竟然有一个这个小黄司机 他说比他之前的这个RAV4 省下了整个他这个开的这个里程 成本省的将近快30万 而且呢 对而且因为刚刚我们提到嘛 他这个一度电可以跑到8公里 那如果你换算有的话 其实基本上他只要三分之一的价钱 而且这个小黄司机 因为这台车很好开的原因呢 因为这个电车其实开起来 比较不那么疲累啦 比较没有那种拖重的感觉 所以他这台车呢 他就越跑越多 告诉我们说越赚越多 所以其实我觉得往后的这个小黄建车 应该蛮多都会换成这一台 或者其他的电动车 其实多跑就多赚 而且因为这车本身开起来是好开 好开的 然后再加上如果有一种开越多 省越多的感觉 他会好像自己跑一下 但是那个小黄司机 后面有补了一小距 有个小缺点 然后也要讲一下 就是他的进步的太快 他怕永远买不到最新的 但是这样对消费者是好啦 坐进的车的时候也舒服 没错 那小兰带我们来看一下 这排行榜里面的第二名 对其实呢去年的11月吧 去年的11月的时候 因为Q8 他本来叫Q8 本来叫e-tron嘛 Audi的e-tron 但是他现在是改名叫Q8 e-tron 那他有分为像SUV的车型 还有Sportback的车型 那这一次呢 他除了改名以外 其实在整个 不管是动力啊 电池啊 各方面都很大的一个进化 其中第一个就是呢 因为他有50 55跟SQ8 那大家就发现说他50呢 变成是搭载大概94度的电池 95度的电池 然后55的话是搭载114度的电池 也就是说呢 他的这个50的版本啊 等于是他之前e-tron 55的电池 第一个就是他让他电池的容量变大了 然后再来就是他因为他用了新的这个电池技术 让电池的密度也提升了20% 所以让他整个电池还有续航里程都表现很出色 而且还有个比较重要是在整个空气力学 就风阻系数的部分 因为大家都知道说电动车 尤其你在高速的时候 这个这个风阻的话 会对于电池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所以哦 你看他后来的SUV的车型呢 他的风阻系数只有0.27 那大家要知道说 其实这台车是一个超过4米9 然后车高差不多是1米62左右的一台 这一种SUV跟Coupette 跟这种Sportback的车型 那但是他竟然可以在风阻系数上面做到这么好 他的Sportback的风阻系数只有0.24CD 所以风阻系数啊 然后还有像是他的这个电池技术的优化 都是让他这一次在整个续航里程表现更好的部分 因为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其实他的车重很重 对其实他的车重是很重的 但是他一度电还可以跑到 对他还可以跑到7.9 那表示说他们在整个电池的技术里面 确实是有他相当先进的一些地方 因为他那时候就是一上市的时候 有特别强调电池能量密度都提高了 所以他连充电的时间也比较少 对而且我觉得啊 其实你把他六个规格来看的话 我觉得其实他的这一个50的SUV啊 就非常超值 因为他的售价是318.5万 然后配备其实很齐全 而且他的这个在WTP的话 就已经有超过490公里 就算是他算是他的小电池 其实也都已经有快500公里 所以基本上这台车就是 如果你要跨就是这个极具的豪华品牌的休旅车的话 这一台电池我觉得其实很不错 好那继续再看到的是Ioniq 6 它EV400其实就是动力比较小嘛 对老爹 但是因此能耗就比较好 对但我觉得其实那个叫什么 就是说会影响电耗几个关键 但第一个刚刚终于提到 就是因为他电池比较小 单马达 所以少了一颗马达的重量 然后电池比较小 但是重量比较轻 这第一个 第二个我觉得就是跟行车模式有关 那再来就是跟电控 我觉得电控就是说 现在因为电动车很依靠软体 所以软体写的好不好 然后你怎么样的供电曲线 或者是你的电号怎么控制 就是把每一分每一毫的电 都用在精准的地方 我觉得这叫电控 那另外就是科技 那以上我讲的就是说 这个是消费者没办法控制 但是我要讲Ioniq 6 基本上我那时候在听简报的时候 其实他有讲到两个点 我觉得还不错 你看现在这个车头 你看下七八那个地方 它是有主动式进气格障 这个就是我刚刚讲 这个风阻 风阻是对电动车的这个影响 那个续航力的影响其实非常大 那另外再看到了 期待一下新车吧 小安迪 有试过这一台吗 Skoda的电动车 对 蛮特别 就是在大鹏湾测试 那个RS Family 它那时候准备了三台车 有Koria的RS 有Octavia RS 唯一的电动车就是它 Eniac RS 那当然它的顿位是比其他的这个 而且我们刚开完Octavia 超空气那么贴地那么好的 但是反而你就体验到电动车的加速感 它即使比较那么重 但是它的加速感就是很直接 另外就是它多了电池的关系 所以它贴地性更好 那当然我们的关卡还有绕锥 还有一些短 一小段的一个赛道体验 那如果以它的这个定位来讲的话 我觉得操控是不错的 那另外就是 我们那时候测试的车款 是改款前的 所以马力是200大概99匹 0到100是6.5秒 但是台湾之后下半年 今年的下半年要引进的话 就是国外改款的车型 马力直接跳到340匹 0到100加速也是快了一秒的时间 另外就是它除了动力更强之外 它整个电力系统也有升级 它的这个续航能力 已经达到540公里了 所以更快 然后这个续航能力更好 那就是虽然等的时间久一点 但是给你的动力是更好的 因为如果你标榜性能 通常我们看到的电话数字 都比较没那么漂亮 但它还有进榜 对 可能还是跟车重等等都相关 好那等一下我们看 同样榜榜当中还有 纳智杰的N75人座 它的AEDC每一度电 可以跑7.6公里 阿格力最近公司也添购了 但是你的版本比较不一样 你买了7人座 对我们买的是7人座的版本 好稍后来聊 我们刚刚在聊 就是台湾的电动车 它的能耗排行榜 有看到N7的五人版 它有进到榜上 而且是第四 对不对 那其实论它的售价 它又觉得它更亲密 更好亲近 那阿格力公司因为刚好有同仁 买了最新的电动车 它买7人版 所以刚好我们也来比较一下 到底7人版 它有什么样的亮点 那我觉得最大的亮点还是在价格 尤其是在这个现在电动车 刚开始发展的情况之下 其实你如果再往上一级 你就要买到宾市的EQB 那入门款 对 五家入门款是222万 那这一排是134.9 所以那价差就有87万 那87万我觉得可以做很多事 甚至都可以买到Model 3的 现在二手了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台车 所以我觉得好 以价格来估散的话 它确实很值得 对 没有错 那这位同事 它是电动车的新手吗 不是新手 它前一台是Model X plate 1000多P的Model X 6人座版本 所以它才用买这个7人座版 因为它有第三排的需求 所以它把特斯拉卖掉 对 把Model X plate卖掉 换成游戏 我觉得这有两个原因 第一就是说最近房子不错 它跑去投资房子 它想说车子毕竟是这个消耗品 那我们搞理财的 还是要买进资产 但第二点 我觉得可以特别分享给观众朋友 就是说 其实现在电动车 跟以前油车的时代不太一样 油车以前 你入门的国产车跟进口车 我觉得至少在驾驭的体验上 有天壤之别 但是现在电动车 基本上以这种单马达来看 这个0百加速6秒多 你在一般台湾市区 这么拥挤的情况下 你就会觉得蛮够用 你买加速6秒多 其实跟Model Y 也没有差特别多 对 就是Model Y的后续感 但是跟Model X plate 差很多吧 他就是觉得用不到 那Model X plate 保险费你12万 他就想说 那干脆换成比较实惠的现质 OK 真的是很务实的 对 对不对 就觉得没关系 我有一些很炫的数字 根本用不上 对 用不到 就是那个弹射模式 弹个一两次 就再也没用过 就可以了 对吧 这个换车的体验 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 对吧 那再看到来到侧边 就是它的尺码 应该是你同事觉得 很合用 很实用的部分 对 因为之前看Model X plate 的话 5公尺 其实坦白讲 在孙北市停车 非常的难停 它也有几次的插状 这也加深了 它要换车的这个冲动 对 那特斯拉又没有 环景嘛 这台有环景 那我觉得这台车 蛮有诚意的就是说 虽然是国产车 但是它在传统上 大家使用节能盖的 这个部分 像Model Y是用节能盖 那是塑胶 你甚至可以把它拆下来 对 可是它这个是用双色 切销的设计 我觉得在诚意上 算是满满 看起来比较好看 对 没有错 不是那种 一片式的电机盖的感觉 对 那如果是N7的话 我自己也是满建议大家 就是说如果要买的话 买5加2 因为跟5人坐 价差实在是太小了 那我觉得第三排 有多一个弹性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在一般的情况下 第二排的空间 其实就非常的够用 而且它已经也 置放了安全座椅 对 就是小孩子 也是满喜欢的 那我帮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车要怎么进入 其实你就是椅背 躺平之后啊 你座椅可以往前拉 那你一拉 其实要进到这个 第三排的空间 其实我觉得还满容易的 你看阿格力就这样 它觉得满轻松进出的耶 对 那我的身高呢 大概就是符合 你真的很迅速耶 你这个是有点的 我比较小巧一点 你这个是有历史过很多次吗 没有 我第一次上第三排 对 所以它其实这个 进去的空间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还满好的 但说实话哦 就以它的尺码 你真要做到第三排的话 还是要小朋友 就是小朋友应急用 但是我觉得第三排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说 你平常不用的时候 你可以收纳 我们来看一下 好 往第三排来看一下 收纳的空间 因为之前我们有看 N7然后也进到车内 去感受一下 会觉得你在五人的情况之下 它是很宽敞的 那我觉得它的第三排 有一个好处的 就是说 它这个椅背是可以调整的 所以我们看到 其实它还可以满倾斜的 所以你坐在第三排 基本上 如果短程的话 我觉得不会不舒服了 那往前放呢 就可以变成一个 很好的55分离的空间 那你平常如果 像我们拍摄 有一些摄影器才蛮大的 其实也都足够实用 就我觉得这台是 蛮符合大家日常的选择 下方还有空间吗 下方其实也还有 我们把 那个站板打开 其实里面也是放了很多 我们的通电转接头 雨伞等等之类的 所以这也是我觉得说 它为什么会从Model X Play 换到这个N7 因为在日常的体验 大部分的情况下 不会差太多 前面也有行李空间 对 没有错 对吧 所以就会觉得 好像特斯拉上面 已经有的一些配置 在它身上 我想要宠物模式 它也有 露营模式也有 它也有V2L 全部都有 特斯拉还没有V2L 那重点是 现在实体的方向 方向灯跟拨感都还在 这个或许是一个加分 好 那我们军村 好 就要上车这几年 一打开车门 我刚刚发现了 这台车的车主 它有选配一个 我觉得很值得选配的配备 你看开后门的时候 它其实前门的这个警示灯 它会闪 那如果你是开前门 当然它就更明显了 它会让旁边的车辆或机车 其实是注意到说 这里有门是打开的 这个我觉得选的不错 蛮有安全效果 安全感的一个配备 再来看车上 这台车我觉得自己 我从第三者的角度来看 蛮羡慕的 因为我是特斯拉的车主 就是没有通风座椅 这台车其实它是有通风座椅的部分 竟然会让你羡慕 对啊 因为其实就算你买双B 你如果没有买到一定的等级 其实也没有通风座椅 所以这个出现在国产车上 我觉得是一个还蛮大的进步 这特别适合台湾的天后 我们夏天那么热 讲到热 上面玻璃车顶 对 全景的玻璃天窗 我自己感受也有震撼 因为这台车还没有贴隔热纸 那这几天我有在试乘的情况下 大太阳外面35 36度 但是我感受到的热 以及我摸 还有手距离玻璃一段距离的情况之下 比起我Model Y有贴顶级的隔热纸 其实它的隔热效果比较好 这个是让我有点惊喜的部分 原本没有抱太大的期望 但是没想到有这个魔鬼藏癌细节点 另外它的环景 这也是我觉得特斯拉车主会羡慕的 因为它的环景其实是 蛮清楚的 那我们现在是没有发动 如果我们往前开 其实就会变 透视底盘 对 那如果下面有什么小猫小狗 就比较安全 而且它这个环景我觉得说 这个弹性是非常大的 比方说你右后方 还是说你要看侧面 功能性不错 对 比较不会压到水沟 像我自己有一台LM500H 那么贵的车 但是它没有办法单独去看 特定的一个角度 所以我觉得在这台车上 这个配备呢 还蛮有诚意的 另外前两个座椅 其实都有这个电动调整的功能 主驾驶座也有实体的记忆按钮 所以我觉得这台车 其实该有的都有 但如果你真的要买呢 我觉得还是试一下特斯拉 就是说特斯拉的单踏板 我觉得你喜欢单踏板模式 特斯拉可以说是完胜了 但是如果你想要 衔接油车的驾驭感的话 这台它有很多的 这个段数的调整 这边就是减嘛 那方向我们左边是加 你有这个最小段数到这个 几乎是单踏板的模式 功能选择 可能对于这个驾驭习上的延续 比较不用花时间去适应 对 因为它的单踏板 可能你真的要再细腻 再细腻一点去控制它 还需要时间 对 但是就它前面 荧幕的显示的资讯 丰富度 完整度 这里的功能 然后易操作 对 要很直觉 而且它也有联网 然后再加上有保留实体按键 这很重要 如果是开兵式的车主 想要换一下电车也可以 因为这个换档方式是一样 而且听说你还对到喇叭有赞赏 对 其实这个SEAS的喇叭 它虽然整个车是7颗 可是它那个沉浸式的效果 比我以前有一台W2134代1200 也是7颗喇叭 这个比当时我花200多万买的 冰值还要再好 所以很有趣的就是 这一台N7在阿格力的同事入手之后 他拿它来跟特斯拉比 拿来跟一下豪华品牌比 然后你就会觉得 这个配备其实给的真的不错 就是以国产车来讲 虽然它整体可能还有一些 可以更好的地方 但是如果你花到的价格 得到的影响 以及这些电子配备的话 我觉得有过字的无故事 所以人家叫7人亮点版 人家真的有亮点 真的有 对吧 好 谢谢阿格力同事的分享 等一下我们再来聊一聊 那讲到这种电控 真的在沙漠实测 一桶电跑破千公里 是哪一台车 稍后来看 很多艺术都会影响到电动车的能耗 例如说有没有下雨 风阻如何 温度也很重要 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在沙漠实测 到底能测出什么样的成绩呢 这台它就是我们的宾室的 鼎鼎大名的EQXX这台车子 那它为了要测试这种极端环境 它就从这个沙奥地阿拉伯那边 然后这个首度出发 我们看总共跑了大概1000多公里 然后这个能耗的部分 它就是连续一直开 一直开一直开 然后测试它在极端气候之下 那个电池的那个效能 会不会受到影响 它总共行驶的时间呢 总共开了14个小时 又42分钟 那终于你知道 它的这个每百公里的这个千瓦 是开了多少吗 它开的是7.4 就是比你的那个B&W还要好 所以它在这个极端的气候之下 因为它一定是不是开Sport模式 但是因为我们知道 就是说电池 因为它最适合的温度 其实就是在一个常温 你如果天气太冷 其实它会帮你加热 会浪费这些电 那如果你太热天气呢 它要降温 它也会浪费那个电 所以它就是在测试这个车子 在这个情况之下 它到底能够跑出一个什么样的能耗 而且会不会故障 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那也证明了就是说 兵士他们的这个决心 可以把这个电车 可以把它弄到说 跟油车有一样的 这种里程的那种感觉 但是现在其实 已经有这个 对岸听说已经有这个固态电池 而且是不怕这个 高温跟低温的状态产生 如果那个发生的话 哇那就太好了 这个一度等于是有快接近14公里 对啊 14公里 很不可思议 很夸张 对啊 它一定关掉 但是因为我记得 那时候有说 EQXX的风阻系数 是0.1级 对啊但是也不可能 风阻0.1级 就变成一度十几公里 没有它那里没有风 沙漠没什么风 它是轮胎装饰 地球王机线 从电视萤幕飙上官网了 全球第一手车数报导 年底Toyota的全球 真是树立像 我们现在自驾了就 满足你对车的所有想象 我们到面的角度 要选择你也看不到的啊 台下游门 地球王机线邀您一起上线